哈喽朋友们好,我是勇敢的阿林 之前很多朋友都比较质疑 你说你买了摩托车又要开汽车 见识瞎折腾 你怎么能一个人完成这几项工作的操作呢 之前我一直在说 等过两天就给你们更新视频 这不我刚从物流公司把我的小拖车提毁了 在天津的厂家买了一个专用的摩托车的拖挂 这会儿就可以用视频结合食物给你们详细讲解一下 这个摩托车是我在四川宜宾被那里专门店买的 但是价格确实全国最便宜了 老板对我很好 果断把它拿下了 这是一个金棚的502X 车重大概在500斤左右吧 所以说呢,必须得用这种专业的拖车 你像被挂什么的确实不可行 这个就是用天津厂家定制的一个摩托车的小拖挂 一般大体仗分两种 一个是液压升降 一个是板梯 那从拖拽这个质量来说呢 分三拖 单拖 我买了个单拖的 因为我就一辆摩托车嘛 那等下来我们把螺丝加固一下 各个安全环节把它控制好 再尝试把摩托车开上来 这里有个扶梯 等一切都弄好了 把扶梯搭上 我就可以把摩托车骑上来了 今天是咱们在毕节的最后一天了 把前两天的帐篷晾一晾 潮了 再把背晾一晾 然后抓紧把各种东西收一收 刚刚骑摩托车去买了 把活动扳手 就是为了把这个螺丝紧固一下 花了五十五感觉被坑了 没办法 着急用 现在看花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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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朋友们?第一次操作,胆子都够大 胆大、心细才能完成 现在我们用绑带把它绑起来就OK了 咱们省略了很多调整的细节,直接看结果了 最终我选择了前减震器作为它的前插固定点 可能后期看情况不行还得调整 后面放在主梁上了 所有的扎带跟捆绑器全部捋顺了 捆绑器的操作点全部在哨上 这样方便咱们紧固啊下车 很可能最终我在这个座椅上还要弄一个大的绑带 把它捆扎好 那现在我就上车把棚顶降下来 咱们测试一下,开开看看效果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全部炸在轮子上 好了 拜拜下期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